另外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 我们注意到近来也有不少声音在反思这场中国落败的战争 您个人做何解读呢 我认为越是深刻的反思120年前的那场甲午战争 就越能够发现中央军委 这是整治部队不振之风的正面意义 事实上在甲午战争前夕 当时的晚清政府不仅是GDP总量 还是北洋水师军舰的数量 在整个亚洲地区都是当人不浪 排在第一位的 但是北洋水师却全军覆没了 清朝的国运也从此一蹶不振 而在我看来这次失败 表面上看来是因为清军的腐败 而清军的腐败 这是源于当时社会系统性的腐败的一部分 而社会系统性的腐败 又是源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的腐败 而统治集团与社会的腐败 又是源于当时的晚清政府 虽然在经济上开成了洋务运动 却此时不肯建立君主立宪制度 只愿意迈开经济上的右腿 不愿意迈开政治上的左腿 不愿意权利受到制约 尤其是不愿意用权利来制约自己 相反 同时期的日本民治政府 不仅全面拥抱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同时也在政治上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度 只是由于他们实行的是一套 找了样的君主立宪制 才导致后来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不过我认为当时中日在制度上的差异 还不是导致中国甲午战败的最为根本性的原因 最为根本性的原因还在于执政者的心胸与气度上面 其当时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皇权 以及满洲贵族总是把自己个人的利益 和他满足这个小集体的利益 凌驾于了大清国与数万万大清国民的利益之上